深夜十点 总有这样的歌 只想一个人听 我是主播苏黎 成年后 大多数人生活里 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 就是 硬扛 每个人都会从孩子变成成人 或成他人伴侣 也会成他人伴侣 从而在生活的牧匿里 学会担当 从前有父母 遇见再多再大的困难 他们的庇护和引导 都是黑暗大海中亮起的灯塔 总是能指引着我们平安靠岸 然而离开他们走向社会 一切便只能靠自己了 父母一老 肩膀已瘦弱 再不是小时候可以庇护我们的 微梦的样子了 所以 我们唯有自己扛起这生活 我想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从此我们开始习惯了 每天早起挤地铁 习惯了在雨夜 独自撑伞回家 习惯了生病自己吃药 习惯了故作坚强 也开始承认 曾经的自命不凡 只是年幼时的幻想 成年人的世界里 没有谁是特别容易的 我们都只是普通人 只有一次次狠狠地磨砺自己 才能长出一身坚硬的铠甲 所以 不要因为没有登上顶点就停步不前 也不要因为胆怯就逃避过往 无论生活给我们怎样的暴击 只要我们坚定地走好脚下的路 总有一天 时间会给出个说法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我是苏黎 祝你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永远不良地 杀去人情味 你那贵族游戏 我的街角游击 天真到信真相 太意气 你快乐过生活 我拼命去生存 几多人位于山寺点 附陷我的疲倦 渴望你成全 努力做人 谁怕弃圈 但那终点 挂在那天边 你计定了生活 我侮辱了生存 我侮辱了生存 我拼命去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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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多人位于山寺点 附陷我的疲倦 渴望你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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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做人 谁怕弃圈 但那终点 但那终点 挂在那天边 你计定了生活 我侮辱了生存 事实而继续 事实而继 于山寺谷 整理我的怨恋 渴望大团圆 脚下路情难以削短 未见终点 也未见阴点 我与你一遍远 节目的最后 给大家推荐个超棒的 潮牌工作室 辉哥潮牌工作室 在莆田本地 经营各类鞋子衣服多年 有喜欢潮牌鞋子衣服 有不想花太多钱的朋友 可以了解一下 质量绝对经得起您的考验 在莆田绝对是 数一数二的成绩卖家 微信号13207049938 微信号就是一串数字 13207049938 感谢各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